这个板栗是刚刚直播 播好的 等下放冰箱 冷冻起来 有朋友要了几斤 明天给他发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姐 刚刚小姐见我向南斯 去捡那个麻烂石 晚上炒板栗 晚上我想去河边烧烤炒板栗 放松一下 最近太累太忙 没什么心情 昨天今天水很脏 不脏吧 很脏的 这个你手直接拿 能直接吃 我洗过了 凉粉 凉粉 怎么是这种颜色的 这个树叶做的凉粉 以前我比较少也做了 要放醋才好吃的 有醋吗 醋油 吃多少醋都可以 好吗 什么又睡一断痒了 还不清楚今天早上我早上问我那个 冻果那个 他说那个梨 现在也没有多少 另外也没有也没有那种大量上市的那种 不知道 我想去 我想去卖我的山楂 山楂什么的 什么山楂 对呀 还不知道 不清楚 非常不清楚 吃这个 干嘛 我以为你要去那个冠阳 在大冰西去 有建议 还是不要叫半个去 为什么 他去挣钱不好吗 他去挣钱 你看了说过去 也没挣什么钱啊 就说 哪里 哪里不知道 他们说 卖了几百单 两百多单 只要达不到一千单 对不对 就是说 在家里 把牛养好 如果不打也好就可以了 在家里那么多东西给你卖 为什么家里 怎么那么油 那么多牛 但是就没有照顾好它 做成那个干 大哥牛都不下载 就是啊 这些呢 一个载人都下载 反正我是 你去不去都可以 我都 你去我也支持 你不去我也支持 反正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看一点 这家里现在你看山楂又出了 是吧 又省肝 还有百米 我那个军堂包 我要 还有军堂包 嗯 我进了那么多军堂包回来 我要慢慢卖 好那么远 可以啊 你去就不去嘛 啊 现在也有一个品的 既有利 也有没有必要 不去卖 是吧 这家里 你卖那么多东西 那么多东西卖吧 不知道 看他自己考虑哦 毕竟我们 跟他的想法不一样 他是 想多挣点嘛 是吧 他比较拼一点 我现在我也想开了 我是属于那种 享受生活吧 我不想考虑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 大个去也没啥用 因为他很少吃过 他在家的很少吃过 他在那里去 三个两个 再多一次 对吧 你家老堂自己考虑吗 嗯 你自己考虑就可以了 自己拿主意 我们现在去买双方 我们去买 买点 不是有五花肉吗 有啊 那买了 买点鸡翅就得了 要吃鸡翅啊 买生菜就可以了 买生菜 要不烤个鸡 我们自己咬的腊 那个咬的洞吗 烤的话 小母鸡 小母鸡应该咬的洞 那烤的是母鸡 烤不烤 舍不舍得 你们外面买的鸡 其实也不新鲜 不好吃 买点青菜 吃不久了 好嘞 走